由左派思想主导的西方社会 大家可以这么说 尤其媒体 持续的或者学界 持续的在推进一件事情 就是在语言上表达对事情的尊重 包括对木乃伊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因为一起读 所以这边说的是 就是在英国的一些博物馆 他们反对了木乃伊这个字 要把它改成什么呢 把它改成木乃伊化的残骸 这个中文完全感觉不到 对它的尊重感 因为我们还是讲到木乃伊化这个字 可是当你把一个名词 变成动词的时候 那个感觉在英文上就是不同的 我把这边再读一次给你听 所以他们反对mommy这个字 因为他们觉得他会去 undermine这个个体的人性 因为你把他讲成mommy的时候 仿佛就是他变成了一个不是人的东西 名词嘛对不对 狗是狗猫是猫 木乃伊是木乃伊 我们可能会就是在留学文化中觉得说 木乃伊就是一种鬼怪 就是一种可怕的monster这样子 好像已经不是人了 但他们曾经一度是人对吧 所以他们不喜欢用mommy这个字来称呼他们了 而是要称呼他们为木乃伊化的残骸 那到底什么木乃伊化残骸怎么讲 我们一样我们看下来 so the museums have replaced the word with mummified remains 所以这个mommy变成了mummified 而且是被动的形容词 动词变过去的被动的形容词 mummified是动词 mummified remains 所以这个残骸用remains这个字 希望是ok的 好remains 残留下来的这个尸骸嘛对不对 那他当然是名词因为他我他加了个s 而且这个字就是像means这个字也是 我们知道他叫做翻译成是途径管道方法这些的 一定要加s才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固定的名词用法 礼貌也是一样manners 所以如果单数manners的话被理解为也是方式或之类的 so you do something in such a manner in some kind of manner这样子 所以manners单数的会被理解为是方法 那加s的话才是礼貌 所以remains也是一样 加了s才是表达是残骸这样子 那还有一个字也是从remain变出来 叫remainter 那remainter的意思是 剩下的东西就不是残骸了 像例如说我买一个pizza吃了三片 剩下都吃不下送给朋友吃 so I gave the remainder of the pizza to my friend right so the remainder就是残留下来的什么什么 残余下来的余下的 那也可以用另外一个字叫做the rest so I gave I ate two slices of the pizza and I gave the rest to my friend so gave the rest 所以这个名词多人会加个the这样子 ok 就是那些剩下的部分 所以这三个字的分别大概是这样 或者说这后面两个 其实在许多地方 应该是完全相通没什么问题的 好 所以这算是有讲到一个 讲到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东西 来 那再看下来 所以 这边说 the museums have claimed they don't want to offend the dead people and undermine their humanity 所以不想要冒犯这些已经过世的人 以及也不想要去来 undermine他们的humanity 所以他们本来是人 他们本来是有人性的人 所以 所以humanity这个字其实很难翻译 你可以就把理解为是人性 that's part of humanity 这样子 那我身为一个人 我就有humanity 那他们也曾经是人 他们也有humanity 就身为人的一些qualities 大概就可以被理解为humanity这个名词 那什么是undermine undermine这个字 我觉得也是非常 很难翻译成中文 精准的 可是你大概可以理解他的意思 有时候我们就把undermine翻译成破坏 但破坏也有像break也是破坏 打坏 destroy 都有破坏的意思 为什么要选择用undermine这个字呢 好 undermine这个字 额外的一点意思是 我们从字面上理解 mine这个字 mine mine 他的意思 他有很多意思 他可以是地雷 那 像那个扫地雷 如果你有玩过以前Microsoft这个游戏的话 minesweeper mine 所以地雷 还有在就人称代名词里面的所有个代名词 所以the book is mine 这本书是我的 这样子mine 那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矿卖 金矿银矿那个矿 所以a gold mine 金矿 a silver mine 银矿 那你去挖那个矿的动词 也是mine I'm trying to mine gold I'm trying to mine silver mine something right 所以为什么 那个什么当个创世神 是不是这个游戏名字 minecraft right 那那个minecraft 里面又有挖矿 所以叫做minecraft 对不对 而且这个字也有点点双冠鱼 甚至可能好多冠鱼 好多冠鱼 那 那关刀的关语 不好笑 好 我说的是minecraft 你可以把理解为那是我创造出来的世界 所以你把它理解为所有个代名之一 还是一个不错的理解 那你去创造它 你去craft它 craft有理解为 有时候翻译成手艺 手工艺之类的东西的 作品 craft 所以minecraft这个游戏名字取得还真不错 好回来这里 所以mine 那我们就要取它什么意思呢 挖矿的这个意思 所以加个under在前面 under在底下 就很像是一个建筑物 你去把它的根基给挖掉 你在它的下面挖挖挖挖挖 这就是undermine 然后挖一挖 它就倒了 对不对 所以你叫一个以前在埃及死掉的人 被尸体被保留下来 你叫他mummy 你在挖它底下的 你把它的人性从底下挖掉 挖到它就塌下来了 这个翻译非常的奇怪 但我真的是从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去理解undermine这个字的 你当然可以把它出现的理解为破坏 一点问题都没有 可是对我来说 它就很像是在那种挖墙角的感觉 挖一个建筑物的底下 把它从底下掏空掉 让它垮下来 undermine这样子 所以我在执行一个计划 你想要破坏我的计划 destroy 感觉是把它给毁掉 可是你的破坏可能是暗中进行 我想要去选到4亿元 然后我去拜访各个庄角 然后你是尾随着我 我离开一个庄角 你就进去多塞比我一倍的钱 把它买下来 你在从底下破坏我的整个计划 所以你在undermine我的plain 这个就比destroy这个字用起来好得多 好了讲到这样大概可以了 I'm probably over-explaining this one more time 来 所以如果我们叫他mummy 我们就是undermine他的humanity 不要这样 OK So instead they're using the term they're using terms such as mummified person 或者就直接说mummified加上那个人的名字 你知道我也举不出埃及人的名字 算了 所以mummified谁谁谁这样子 OK So to emphasize that they were once living people 来强调他们曾经一度是活着的人们 这样子 好 cool 来 那我们再看什么地方呢 这也是一样 我们再说一下他 的一个特殊的剧情 所以我们来抓一下他直接讲出来的话 我刚刚有把它 在这里 OK So by displaying the mummies more sensitively 对不起 So by displaying the mummies more sensitively we hope our visitors will see her remains for what they really are 好 这个翻译成中文也是不是很容易 但我们试试看 所以你藉由呈现这些mummy 那呈现的方式是用一些更sensitively的 用更敏感的方式来呈现它 Again就是不要叫他mummy 叫他mummified 例如说cleopatra这样子 OK 他是谁 埃及咽喉 OK So this is mummified Cleopatra 木乃伊化的埃及咽喉 所以借由呈现这样子 用这种比较敏感的方式 比较愿意敏感的方式来去呈现它 那visitor就能够把他的这些残骸 用他真正是什么东西的呈现方式来看待它 这什么中文 好了这样解释好了 我把它有这个剧情来打出来 So you see something for what that something really is 所以你就它是什么 你就用什么方式来看待它 这是一个手机 你就用一个手机的方式去看待这个手机就对了 你不要把它看待成是你的家人 这样就超过了 对不对 你也不要把它看待成一个很单纯的 随时可以丢掉的工具 因为它对你的人生还是蛮重要的 所以你就把它 该怎么对待它就怎么对待它 大概是这样子 OK So you see something for what that something is 所以要是我 你是个医生 我就用你该对待一个医生的方式对待你 你是一个打扫工 我就用该对待打扫工的方式对待你 或者我应该说 你们都是人 我就用该对待人的方式来对待你们 So I treat you for what you are OK So I see you for what you are 那我们也很常把这个改成 不见得是what 可以改成who 像你是谁 我就用你是谁的方式来爱你 这样子 这好像中文还是蛮奇怪 那这样说 你是一个很可爱的女生 你是一个我喜欢的人 那我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来爱你 So I'm going to love you for who you are 那或许你是笨笨的 笨手笨脚 常常会打翻东西 可是我还是觉得这很可爱 So I'm going to love you for who you are Who is a very clumsy person who spill things all the time That's okay Because I love you for who you are 如果你记得有一个电影叫做什么 BJ单身日记 那里面那个男主角 就曾经对女主角说过这句话 不管你是多么的出心大意的一个人 不管你在工作上常常犯错 或者总之 反正我就是爱你 你是怎样 我就爱你那个样子 所以我就爱你的原本的样貌 So I love you for who you are And I see you for what you are 你看这个句子 刚刚的I love you for what you are Same thing Very similar OK 所以 这边说的 木乃伊是这个样子 你就该用一个他就是那个样子的方式来去看待他 而不是把它看成是一个 你知道木乃伊在一些流行文化里 我前面说过 我们把以为是怪兽 这样子的 So mummified figure mumified person So we see them for what they are So you see her remains for what they really are 大家懂了 好 这样解释 所以而不是把它看成一个物体 就你好奇的一个东西 So we see the remains for what they really are not an object of curiosity 所以不是一个你的好奇心的一个物件 but a real human who was once alive and had a very specific belief about how her body should be treated after death 所以他曾经是一个活的人 而且他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种信仰 有关于他的尸体 到底该怎么在死后被对待 那你就应该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他 所以 the person had a very specific belief about how her body should be treated after death as a mummified figure person whatever 好 大家这样可以 All right 所以again 这是一个西方社会在语言上 希望能够对于东西表达出的一种 越来就是该有的尊重 他们认为这是该有的尊重 那我觉得我们学英文的人 就把它adopt起来 但还是 我一部分的我还是觉得这很好笑 说实在的 我们也不用把mummy就想成是怪兽 至少你可以不用这样子想 但他们似乎觉得 一定要从语言上文字上来下手 才能够去掩盖住 我们心里可能对这个东西有的不尽 and I respect that too anyway 好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